別走 不准走 說 為什麼要騙我 月月 我從來都沒有否認過我是溫錦臣 你也沒有問過我說什麼 還小便呢 這明明就是你受的圈套 所有人都知道 就我被蒙在鼓裡面 你這麼做道理是為了什麼 為了你 你不是跟我說 亂了順序的感情 就不純粹了嗎 我還怕你知道 我是溫錦臣以後 依然想解除這段婚約 我在你的臉上看到了 對這個婚約的排斥 我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你 那欺騙就純粹嘛 我還生怕你因為我被開除 生怕你想不開 該想不開的人是我吧 我就像個傻子一樣 我怎麼這麼笨呢 月月 你本來就不算 其實 你心裡是愛我的對吧 怎麼可能 我怎麼還要上一個騙子 那你做的一切都已經證明了呀 我那是出於對上司的關愛 出於對朋友的關心 換成是笑容 我也會這麼做 他能跟我比嗎 至少他不會騙我 莫非成事了 你怎麼會騙我 小蛇姐 你怎麼了 你也騙我 我沒有 我這 完了完了 露餡了 她人呢 跑了 快去追呀 算了 給她點時間冷靜一下吧 水 我在外面有野男人 我是因为他才逃婚的 野男人 你干嘛 有我野男人 这是我朋友 不要 该不会是你跟我提过的 野男人吗 为什么我到现在再反应过来啊 我这脑子 你看 咱们两个男的好歹夫妻一场 结出婚约可以 但是你晚上得陪我一晚上 那这个人又是谁啊 你居然找人演戏来骗我 谁啊 向荣 解锁 我现在算是无家可归了 你经常无家可归 我都习惯了 说吧 又怎么了 是这样的 我呢 有一个朋友 他被包办了婚姻 然后嫁给了一个陌生男人 然后我这个朋友吧 可能也是太优秀了 这个男的对他一见钟情 可是这个男的又怕唐突了我的朋友 于是就假扮成我朋友的领导去追求他 可现在问题来了 我朋友知道了这个事 请问 如果你是我的朋友 你会原谅他吗 当然原谅他啦 你想想 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 费尽了所有的心思 可见这个女人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当然你那个朋友怎么想的呀 他有一点生气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 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就是 我朋友在不知道他身份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会有 一点点 一点点 亲密举动 一点点的亲密举动 睡了 没有 你别想太多了 思想单纯一点 那就是 亲亲抱抱举高高喽 差不多吧 这有什么的 成年人的恋爱吗 很正常啊 可是你想一下啊 你说 白天 这个男的占你便宜 晚上 另外一个男的开你游 这 重点是 他们还是同一个男的 难道你 就不会 齿鱼见到他这张脸吗 会是会 是吧 那跟你吴家可贵 有什么关系啊 你等会儿 我接个电话 所以 你刚刚说的那个朋友 这是你自己 文经理就是那个男主角 谁跟你说的 月月 你在你朋友家就好 你别生气了 你不能出卖我 小月月 你绝对不能原谅他 没想到他是这样的文经理 满嘴火车阴险狡诈 套路 都是套路 你这个脑子 你结了婚怎么玩得过他呀 可你刚刚还不是那么说的 你是可以原谅他 刚刚不重要 重点是 他怎么能够骗人呢 我还以为他真的是文经理 他倒好 一个老板 为了泡妞 全公司的人陪着他演戏 他这是 无视工作岗位的神圣系 我是我们每一个认证工作的员工 告诉我有多辛苦啊 啊 气死我了 真的气死我了 小心小心 你们不要生气了啊 多喝水 太不经验了 是是是 我太不经验了 拼死拼活 淡定 伸起伤身体 忠于把你给换回来了 老板 筸原请假了 只要没有辞职就行 请了几天啊 应该算是 请了年假 她刚来没上班多久 年假应该没几天吧 人事部经理说 她请了一年的假 什么 一年 这才没办法 这人是不经理不带脑子上班吗 温经理 你说让我尽量满足他的所有要求啊 我看你不仅没带脑子来上班 你连眼睛也没有带 我先上去了 他人呢 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 还在生气啊 我不能说 那我现在命令你说 温总 您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 您有命令我做事情的权利 但是仅限于工作范围 刚刚您提出的这个问题 已经超出工作范围 因此我不能说 你就不怕我开除你 怕 但是 是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诱人单位开除劳动者 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 劳动者严重违反公司制度 第二 劳动者与其他公司 建立劳务关系 并且严重失职 给诱人单位造成重要的事 门君 通知人数部的人 温总 如果你开除我的话 我就没有钱交房租 我没钱交房租的话 就会无家可归 我无家可归的话 那小元旧 行 算你狠 回你的法务部去 行 走 老板 我去问 我都问不出来 你行 小姑娘 你站住 你别跑啊 你跑什么 我 只能有这么辣眼睛吗 放开 你追我干嘛呀 我就是想 问你一些事情 我知道了 小元下午 我点去乐园超市买菜 这个 我们知道 她没有生气 她就是和我一样 持育看到温总这张脸 不是 我 我是持育看到你 不是 我的说什么 反正你别追我了 持育 我 持育看到我这张脸 没错 大概是还没有原谅你 没道理啊 她明明是喜欢我的 而且我也道歉了 也给她时间消化 这么久过去了 也应该消气了吧 难不成 是太喜欢了反而羞涩 您不会是她的初恋吧 初恋一般都有这么一个 害羞的气氛 这么说句没错了 她应该是害羞 害羞 她就是和我一样 持育看到温总这张脸 不是 我是持育看到你 既然 她这么羞耻 看到我这张脸 那我就让她 好好的试试 今日头条 温氏集团总裁温静成 首次公开接受采访 作为温氏集团的第一继承人 温静成为人一直十分低调 网络上也鲜有其资料和照片 我们也就温总此次露面 进行了特约采访 下面为您播报此次采访内容 温先生 您这次突然接受媒体的访问 是在为城关商业区开发的竞争 做准备吗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那还有另外的原因是 另外一部分 是私人原因 不过我下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才会告诉大家 下次 她不会是在跟我喊话吧 还是我太自作多情了 他就不单的 你了 我再打个警察 我我 release警察 你了 我怎么 response 你算了 你了 我去你了 你了 你了 把我扣子 先发智人 然后诱敌深入 最后一举拿下 什么意思 我发誓我绝对没有出卖你 我就是跟林助理说 你可能 始于见到他 你这还不叫出卖啊 温总 温氏集团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 温氏集团呢 会在原有的地产的方面的基础上呢 做一些新的拓展 包括 疯了 这人我认识 现代操作啊 越来越迷 巧了 这人我也认识 这么巧 我弟弟啊 难怪 尚凉不认识 不认识 下两位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不行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行了吧 你弟谈个恋爱你还要管他 控制鱼太强了 喝你的酒吧 他是你弟 嗯 那你知道袁思雅吗 你说的是 我弟弟要娶的那个女人吧 我这些年呢 一直都在国外 所以很少跟家里面联系 不是很清楚 你跟我说你喜欢的那个女人 不会是我弟妹吧 那就好 你不会还在找那个女人吧 我说兄弟你醒醒吧 你就算找到这个女人 怎么样呢 你非得让这个女人 站在你面前 亲口对你说出 她不喜欢你 不爱你 万一她对我还 没有什么万一 你自己不是也说了吗 但凡她对你有一点点的在意 她就不会躲着你 是 我知道你别再说了 好 那从今天开始 你不提 我不说 你也不要再去想 从此以后 不要因为这个女人 让你再一蹶不振 不值得 没有人 这个翘翘板怎么会晃呢 这个翘翘板怎么会晃呢 他得晃 Quite 月月 怎麼啊 怎么怎么了 怎么怎么 她后背是弱者的千环 尔外全都勇敢面对 什么 勇敢面对 这不是我梦境中的悄悄板吗 你可千万别晃啊 你这大晚上干嘛呢 六街啊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你都已经一百二十八个小时没理我了 在这一百二十八个小时里 我已经练就了百米冲刺跑 只要十一秒的成绩 这次 你跑不掉了 幼稚 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幼稚 可能就是从第一眼见到你开始吧 你怎么会变得幼稚 还赶上我了呢 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我身上没有的特质 我觉得你傻傻得非常可爱 所以才忍不住地想要逗你 因为我可爱才想逗我 那我可爱还有错了 是我的错 要么 你揍我吧 狠狠地揍我 把你对我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出来 来 往这儿打 你真以为我不敢打你啊 反正 打伤打残了 下半辈子还是由你来照顾我 我们可是有一纸婚约的 也是 打伤了我还得赔钱 所以你是原谅我了 看你表现吧 这个我之前就想要送给你 你不是说 月亮和太阳永远不能见面吗 这不他们就已经见面了吗 所以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正式见面了 我想告诉你 心动的原因是你 心底的秘密是你 全世界都不如你 你的关系 你的宠宁 让我有勇气 告诉你我真的喜欢你 你好 我叫温静晨 想吃的巧克力 盒子里藏的清晰 有多少的运气 你和你相遇 温总回来追回未婚妻 居然去练短跑 这么低调的人 还参加了公开采访 哇 温总也太会撩了吧 原来这就是感情保鲜的秘籍 可不是吗 听说他们俩明天要回公司了 办公室恋情 霸道总裁追七技 太会玩了吧 行了别八卦了都工作吧 行行行 人人都会换一张虚化的美好 却忘了脚踏实地把报表做好 他俩要是好了 那我这个棒打鸳鸯的 不会被炒掉吧 老板和天忆的合同已经落实了 这里需要您过目一下 行 您先出去吧 第一次这么光明正大地看他 原来这就是他认真工作的样子啊 长长的睫毛 高挺的鼻梁 性感的 嘴唇 他笑起来真好看 真不知道要什么形容词 老笑 老臭笑 我不要工作的吗 我 你轻心一点 这可是你姐夫 明明毁来要结缘 结果对象居然是自己喜欢的人 草地人不是在玩我吧 你想什麼呢 沒有 我打擾到你了嗎 我會 你坐在這裡 我工作效率都提高了 我有件事 噓 你是不是 欠我一個東西 我欠你什麼 定情之吻 這裡可是辦公室啊 我們關係是合法的 你怕什麼 可是萬一被人看到了都不好 這裡可是總裁辦公室 沒有人趕進來 你們倆幹嘛呢 你什麼事 你看看你現在都成什麼樣子了 我今天要是不來的話 那這個公司是不是就成了你們 稀系打鬧的遊樂場了 還有那個元思雅 你說我讓她到公司幹嘛來了 是让她耽误你工作的吗 爷爷 她没有耽误我工作 我呀原以为她是一个什么天才的少女 可是现在看来 她对咱们公司丝毫没有帮助 是我看走了眼 你现在马上让她给我回去 当初让我跟她结婚的人是您 让她进公司的人也是您 现在您让我把她开了 下一步 是不是让我跟她把婚约也结束了 是啊 我知道 我值得庆幸的是 还好你们没有真正的结婚 要不然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那该解除婚约的就得解除婚约 那您要是把她开了 顺便把我也开了 你 爷爷 您没事吧 咱们 看下一步 我 你听见了你 人家 自己 学习 可以 两名 你们 你们 现在 自己 我得走 一言为定 原来刚才那个就是你爷爷啊 他来找你干嘛 他就是来督促我一下 顺便来看看你这个孙媳妇 那他是不是对我很不满意啊 没看出来 你还挺有觉悟的嘛 他真的对我很不满意啊 完了完了完了 那我还是自己辞职吧 你个笨蛋啊 我呢 不要别人觉得 我只要我觉得 所以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刚才没完成的事情 完成啊 这 要是再被人看到了多不好呀 我保证这一次 不会有任何人打扰 打扰 你 你 被开除了 哎呀我就说嘛 我做这么棒打鸳鸯的事 这些好了 肯定需要被炒鱿鱼了 哎呦怎么办呀 你先别着急 他肯定就是吓唬吓唬你 小鸳鸯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 我还有一个月就转正了 我好不容易进了威士集团 我费了多大的劲 你救救我呀 谁愿意救救我呀 我都快被问董事长拉低黑名单了 你也要被炒他 我到时候想被炒 这样我就不用背上一个 霍国阳鸣 红颜祸水的罪名了 安 这里是办公室 我们的关系是合法的 这里可是总裁办公室 没有人干净 不行 再这么下去 我非得缴卸投降不可 什么 什么意思啊 哎呀 你不会被炒 你帮我想想办法呀 这个去演呐 我要是这样该多好 流德亮的 妈呀 你们你们终于和好了呀 该配合你们演出的 我已演到极限 天天逼一个爱你们的人 起情表演 我这 卫意 我还没说你呢 说 为什么要帮助她瞒着我 小眼姐 这也是我的职责呀 那我要丢了职 我不就丢了饭碗 我开玩笑 开玩笑 你们想两会儿快 咱这歇着吧 我先追我的剧下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 也时而不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我继续了 我尽力了 我尽力了 只能让你做的 我尽力了 我会给你 我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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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了 我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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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挺身心的 我尽力了 你不需要 我尽力了 我尽力了 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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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lak 扯 重要 憲 很親 梱 寡 看一下 照片 其实 你早就不满当时的生活了对吧 没错 也正是你这句话 让我意识到 我之前的日子 可能都白活了吧 那 你现在明白 也不晚嘛 所以我要感谢你啊 以后的日子啊 我要为了你更加的 也算是为了我自己 如果我现在告诉他 他心里会怎么想 其实一直隐瞒真相的人都是我 月月 我现在 真的感觉自己非常地幸福 那 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也是假的呢 我喜欢的是你的内心 不是你的外表 就算你整了 我还是喜欢你 我没有在跟你闹着玩 如果这一切 都只是在跟你开玩笑 你面前的我也不是真的我 你会怎么样啊 所有东西都可以是假的 只有你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先进去洗澡了 你起啊 学姐 不许跑 等等我 让我进来 走开 谁要跟你一起洗澡啊 哎呀我们都已经同居了 一起洗澡不是很正常吗 谁规定的同居就要一起洗澡啊 你无理取闹吧 得了 夫妻间一起洗澡 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吗 赶紧收起你的小心思 行行行 这么坚决啊 我就不勉强你了 我说 这可怎么办啊 现在光明正大的助家一起 他要是对我动手动脚的 我都没有反抗的余地 他对我动手动脚都还好 重点是 袁月月 你能不能把控住你自己啊 刚才跟你一起洗澡你不同意 现在 我跟你一起睡觉 睡觉 谁要跟你睡觉啊 夫妻不一起睡 那那一分床睡啊 好 你想睡就睡 我去外面 让给你啊 你儿子去外面睡 被贵姨看见 贵姨可以得告诉爷爷爷了 爷爷到时候以为我们感情不好 再告诉你爸 你爸在来找你 你怎么解诚 算你狠 你真不过来睡啊 哎呀我又不会吃了你 想色诱啊 不可能 我过来睡 可以 但是你得答应我 不对我动手动脚 好好好 我答应 快过来 我怎么这么容易就脱鞋了 袁月月 该对天发誓的人是你吧 答应我 一定不能对他动手动脚 哪怕他再撩拨你 刚才那姿势有点不太舒服 这样舒服多了 真漫漫长夜呀 月 我就是想问问你 明天早上 能不能给我做个早饭啊 不好意思 条件反射 我知道 毕竟 你没谈过恋爱嘛 谁告诉你的 难道你和裴修哲 谈过恋爱 快跟我说 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他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 我们两个很纯洁的 不是 我跟他没谈过恋爱 那你还喜欢他 早就不喜欢 这还差不多 以后别人要是问你啊 你必须得说你的初恋是我 把那个小子从你的人生经历中给我去除 幼稚 好了 睡觉吧 你干嘛 别动 好好睡觉 嗯 不行 完全招架不准 我要控制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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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跟他几次 没有 你看 我 在这边 我 好 贵宜要是听到你的尖叫 他会怎么想 而且你看 可是你在对我动手动脚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条件反射嘛 我去起床 早啊 他人呢 说是早上约了同事出去了 又跑 一脸娇羞地跑了 优秀 搞定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个人就要并肩作战了 像我寒窗苦度十八年 大学稳定GPA四点零 本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 闯出一片天地 没想到最后还是要靠关系 怎么能说是靠关系呢 你想想啊 优秀的人就应该接触到更优秀的人 那有多少人能够接触到 像温总这么高级别的管理人才呢 你呀 正是这公司中的万中挑一 这正是你月龙们的好机会啊 你真没说好像有点道理哦 是吧 那我就勉强接受这命运的安排啦 小圆圆 答应我的台课可不要忘了哟 放心吧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 温室集团总裁办公室 私人法律顾问 首席督促指导员 总裁特助 首席咨询师兼参谋长 明天我都给你印好了 在这儿呢 问你 哎呀 你印好 不出来 你可以印好 你印好 这是专门找了个电灯泡吗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作为您的总裁特助 在很多方面业务能力还不够成熟 尤其是在法律方面更是一张白纸 那文君哥他那么忙 我也不能天天找他对吧 所以呢 我急切地需要一个在这方面 有专长的助理来辅助我 你有什么事情要涉及到法律方面 工资方面你不用担心 我自己从腰包里头 变得这么大方法 你看这样行吗 你回法务部去吧 他昨天已经被你开除了 开除的地点就在这里 所以他现在是我的人了 你非要这样的 没错 有什么都不想过 有什么都不想过 有什么都不想不出见 不想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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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下午面试人的资料 麻烦您带上去就行 好 我跟温总汇报一下 辛苦您了 您慢走 好 慢着 你先别上去 为什么呀 温总还等着我回信呢 他不急 你又知道了 你姓温呢 我跟了温总这么多年 他那点小心思我还摸不到 妹妹 你听我一句劝 现在先别上去 谁是你妹妹啊 我是总裁办的私人法务 你让我不上去我就不上去 耽误了工作你负责吗 我又没让你一直不上去 我是说现在先别上去 为什么现在不能上去呢 工作讲究的就是效率 我好不容易从底层爬到总裁办 我一定要好好工作 好好表现给温总看 这样才能对得起小人 对得起我的良心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吗 本来就已经有一个灯泡了 你又找一个更大的进来 我没找电灯泡 不要交变 那龙笑容怎么回事 我让他来帮我的 帮你防着我吗 你说你害羞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也太延防死守了吧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点空隙啊 看着我 看着我 我不跟你说了 哎呀我让你别上去 你就别上去 你 走开 可以 但不是现在 林秘书 你有私心哦 我能有什么私心 我知道我过分优秀 你怕我超越你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你 也想着太多了吧 我不让你上去是因为 你怎么就看我这么眼色呢 不是你想啊 我一个私人反目 你一个总裁秘书 我们不存在竞争啊 我只想好好工作 不会抢你功劳的 小心啊 你还真懂事 林秘书 有什么事吗 没有 我就想问一下 今天下午面试的话 大概安排几个人 你就安排六个左右吧 剩下的明天早上面试 人多了我怕时间不够 耽误了温总后面的安排 行 您先忙 我 很不够 你说我们两个都已经确定关系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 我 只是觉得 我们两个都关系可以循序渐进 一步一步地来嘛 还不够慢吗 有话可以好好说 我 我 我要疼 别插开话题 我肾腰疼 你 你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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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吗呢 这可是办公室 小瑶 你听我解释 我们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用的着跟她解释吗 温总 我作为公司的一份子 我觉得你们这样 真的不是很好 你想啊 你是公司的领导人 大家都以你马首施斩 如果都像你们一样 不顾场合肆意妄为 那传出去了 别人怎么看我们呢 你招的人 人才 不顾场合肆意妄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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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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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命不好 雪雪哥 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是不是有人格分裂啊 有人格分裂的应该是我吧 我才是那个一人分身两绝的家伙 你打算继续唱下去 以袁思雅的谜 我现在只要一看到他 我就浑身不自在 我总觉得我在他面前 我就像是一个 感情骗子 明明骗人的是他 你何必那么愧疚 也对啊 他不也骗了我吗 我们两个一人骗一次 也算是扯平了呀 可是 你不说 不就是怕你姐和袁家被波及吗 现在真相大白了 完全没有必要隐瞒 况且你也是无辜的 我相信 他只要是真心喜欢你 就一定会站在你的角度 去理解你 月月啊 我喜欢你 我 我还想知道 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你 我就要搬到这里挨住 跟你慢慢地培养感情 直到你愿意跟我坦诚相见为止 你说得对 好 我知道了 小元 没跟您一起回来啊 说是什么 为了托关自己的业务能力 去闺蜜一家补习下法务知识 晚上不回来了 你这一听就是借口啊 你昨天晚上对她做了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自从我跟她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之后 她防我反而防得更严 搞得好像我会把她吃了的 那我懂了 不过她这样想我也能理解 不是你想的 那你们呀 现在只是合约上的关系 那不是明正言顺的夫妻啊 那小元一看 那就是一个懂规矩的好姑娘 她现在搬过来跟你住在一起 你们两个人 孤男寡女 干柴烈火 那想脱了也正常了不是 你刚刚ıy 咱会把你打电话 我没用 没了就好啊 躲得了一时 躲得了一事吗 我没有啊 我有在那儿来吗 所以有些人昨天晚上不回家来我家 拉着我一起加班 是真的想学习法律知识喽 真的啊 我就是想学习 我懂 像你这样子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孩子 面对老温这样一个如狼死虎欲求不满的中年男子 肯定很慌吧 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 我有经验我是困来人 你跟我说 他到底对你做了哪些魔鬼般的举动 你猜猜哪 像来也是魔鬼中的天使啊 年纪大了没什么不好的 会疼人 出一尊尊就行了 是吧 嗯 温宗早上好我去上班了 早 看来你昨天晚上学习得不错嘛 来 把劳动法公司法合同法都给我说说 你不是加班加点的在学习法务知识吗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 先跟我说说劳动法吧 劳动法 劳动法是 保护劳动者的法律 嗯 是 是我们员工维护利益 最有力的武器 继续 是个好东西 这就是你学的啊 昨天主要是知识点普及 没讲到这么透处 原思雅 我有那么吓人吗 你整天害怕我害怕到 想方设法来夺我呀 我不是害怕你 我是害怕自己控制不得我自己 什么什么 说清楚点 总之你今天下午就会知道了 什么意思啊 好话不说第二遍 林玛 我一会儿请个假 大容 人家要去告白了 和谁啊 还能有谁啊 你不是说我最近一直躲着温总吗 其实啊 我真是想偷偷给他制造一个惊喜 你可希望不要说了嘴了 一个优秀的员工 工作时间应该是争分夺秒的 浪费在耳语私情上 疲惯 你看我像优秀的员工啊 不许说出去 叶总 时间快到了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你跟温总说一下 今天会议取消了 老板 叶总的助理说 叶总突然身体不适 会议可能要另行安排时间了 知道了 老板 怎么了 要不 您还是让龙助理上来吧 对啊 你不是说我都给忘了吗 你问问他 月月有没有跟他说他去哪儿 好 없습니다 你可能会想回家 你现在还不能上去 为什么 还不让我上去啊 我也很同情你 但是老板说了 你要想上去 除非说出小源的下巴 他又跟我表白啊 千真万确 不信 您可以跟龙助理确认一下 像我一个法律系的高材生 居然靠卖足球容来保证犯了 可悲啊 想不到小源真的开窍了 这下您可以放心了 人家可没有冷乱你 人家心里装的全是你 到时候你一定要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 稍微演一演 表现得惊喜一点 要么你去 您先忙 有事叫 表白怎么能让女孩来呢 让我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 那我们就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 好 这还是我第一次帮别人准备 告白的场景 这样以后你跟别人告白不就有经 那也得看我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只是 你还打算坚持下去吗 我已经在努力地 从这段感情里走出来了 好了 不说我了 今天这么开心的日子 对了 这些照片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好 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了 谢谢修哲哥 那 我先走了 加油 拜拜 走 你不知道 也不知道 可能是 什么 你们担任 这些 帮我订书花 晚点我亲自决咐 我等 等一下 这么做 会不会有预知性 太刻意了 也是啊 嗯 师父 这就是真正的圆圆圆 希望你会接受她 这些照片是你换的吗 这里的工作人员说系统调试 我只是发了几张照片 给他们调试一下系统而已 你无不无聊 这个房间我包了 请你出去吧 我马上就走 不过走之前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有点俗套 依旧是白马王子跟灰姑娘的戏码 你都说有点俗套了 那就不要讲了 况且我们俩的关系 好像并没有好到 你可以给我讲故事吧 只是这个灰姑娘 没有这么幸运 被王子的爷爷给拆散了 爷爷跟灰姑娘说 你配不上她 于是灰姑娘选择离开王子 发愤图强 最终带着自己的宠马 回来跟爷爷证明了自己 你跟我说这些 不就是你还没有死心吗 但是我告诉你 就算你拿着这些照片 跟我示威 我是不会动摇的 绝对不会 我跟你说这些 我也只是想告诉你 我现在带着筹码回来了 而你 有靳晨对你暂时的关爱和照顾 可你以为能撑多久 温家娶你只不过因为你有天才少女的光环加持 可在我看来 你并没有能力给温氏带来什么 我就是因为没有能力才被爷爷送走的 你可以继续坚持 哪怕有一天你们结婚了 也总会有一张机票送到你面前 因为你不是爷爷心目中的天才少女 说完了 说完了可以走了 还没 不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想得那么简单 爱并不能成就一切 现实一点吧 欢迎下次光临 谢谢 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对着空气说 以为你在哪 空荡的房间 剩下我一个 温家娶你只不过因为你有天才少女的光环加持 可在我看来 你并没有能力给温氏带来什么 哪怕有一天你们结婚了 也总会有一张机票送到你面前 因为你不是爷爷心目中的天才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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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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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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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吧 雪哲哥 你说是不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我本来以为 只要我们两个能够互相明白 对方的心意 只要我们两个坦诚相见 一切都不是问题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他不仅是我喜欢的人 他还是温氏集团的继承人 所以 你是害怕了吗 身在高位 身不由己 是一定的 我还以为你的性格 根本不像会顾及这些事的人 如果这单单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我可以什么都不顾及 可是自从我知道了 师父就是温锦诚之后 一切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我现在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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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抬头 不好 我这个真是不可以摆下两个捏 太总不可以了